台湾 整體說來在地理位置上 要前進東南亞 其實台灣是一個Gateway 所以教育部鼓勵我們有個新南向計劃 我覺得非常的棒 大學是要培養人才的 我們的人才將來是為全世界競爭或做努力 一定要引進各國優秀的人才 那一個做法就是我們讓新南向的一些國家 人才來到台灣接受我們培育 然後我們把這好的人才留在這裡 當我看到台灣 它是在世界上最有名的 它們的鋪鑑鑑和鋪技術 我比較興奮鑑鑑鑑 台灣是鋪鑑鑑的鋪鑑 鑑鑑鑑鑑鑑鑑鑑結、晈通胎 和我們的概念 因為像這樣子的一個政策的推廣 我們招募了更多的這些 東南亞的這些學生進來 整個校園變得非常的活潑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看到所謂的 globalization 使大家更願意 一些不同的這些面向 是一個非常非常正向的一個發展 當我在我的學校 在印度學校 我曾經有 因為我人很多有關的學科技 的人 rejoined 然後我是很興奮的 來看來看來的 我的學科技 我看到的天學科技 我有很多知識 但我沒開始做一些 甚麼人的學科技 又我來講 所以在我來講 我想看到 nanotechnology 我做 material science 我做化學科技 我做化學科技 授折弘的事 我在 Indonesia 47. one professor usually has class, one big class with over like 100 people inside it. of course that professor cannot exactly handle each student's problems per se, but in here the class is very conducive because the professor is like maybe only 40 or 50 students so the The professor of course can teach them better and then share about their cause and feedbacks and so on. So I think that's really admirable. So compared to Taiwan and India, mostly academic programs. Actually both are almost the same but here they are providing a lot of resources like scholarship, funding and moreover equipments in the lab. 我們很高興看到教育部這幾年來推新南向政策做得非常好 我們希望把新南向這些國家的人產透過短期的假日學校來短期認識台灣的高等教育 甚至因為很多人就因為這樣留下來在這邊深造或留在台灣工作 對於台灣的企業來講或者說是台商它的基地是在這些東南亞國家 其實我們僱用這個當地的這些人都是最佳的選擇 甚至也有台商願意提供獎學金然後來培訓一些人才 在台灣受到一些教育訓練之後然後再回到他們台商的這些企業裡面來工作 所以我覺得這個新南向計劃事實上也對台灣整體的普通發展會有正常的努力 今天我想要一個專業病院的大部分 因為我的部門是ubsmy! 所以我需要去更激烈的研究 用措施lioалист理系列�라는做的。 所以现在我现在在医院的科学部 所以我做了一些应用的措施 如果有任何机会我已经说了 我会在台湾因为我喜欢台湾 所以我最喜欢在河湘 我真的想要回到 Indonesia first 但是如果有机会来的话 我真的想要回到台湾 我觉得这里的地区和人们 都很感激和很高 楼 環境的環境 really helps me to be out of my comfort zone and push me to become a better version of myself.